哈嘍我的缺編缺屏 2020年總算快要結束了 明年的日曆大家買了嗎? 我今年也有收到這個 百樂2021年的月曆喔 他們跟日曆沒有關係 但是我跟你們說它真的很漂亮 一定要跟大家看一下 登登! 這是他們家的筆類 我真的覺得很棒 有些東西我還沒有收 可是光看到這本就會心動 所以啊 想買想買的 喔這個我好想要喔 但是這個收起來超貴的 而且我一定用不完 關於2021年的日曆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們已經開箱過了 我只有挑我自己喜歡的入手而已 如果你對於這一些的日曆都很感興趣的話 我會把大家的網址放在我的說明欄位 你們又可以趕快去參考看看 啊我這次呢就準備了五種主題一口氣開這幾個 讓大家做一個性價比啦 第一個就是他們立得起來嗎? 日曆 日曆 我們先 啊就日曆啊 日曆 獨立書店這一支 本身就可以立起來了喔 它後面 可以這樣子打開來 反折 就立好了 金秋文化出的風俗考察365 它的正後方 只要稍微的折它一下 就立起來囉 喔這本真的超大本的 很大一本的耶 這支 陳平買的狗狗日曆 這本本身就是桌立的 你可以平放 平放在桌子上這樣子 其實它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 欸 欸 固定住囉 你就可以把它立起來勒 這樣子 貓日曆 它的背後是長這樣子 這個我還沒有研究過應該要怎麼折它 喔原來是這樣喔 還不錯 我去年就已經買了 HIMEKURI 我的快要用完了 這樣 我懶得猜它怎麼樣 我懶得猜 宇宙日曆 這一本呢 它就只有綁神而已 如果你們想要立起來 真的是無法 第二個就是它的價格如何呢 這個是最貴的 這一支破千 這支 1010 風俗考察 365 和獨立書店 這兩個折折木製 都是799購入的 宇宙日曆 啊這本 我買是 660 這一支是 500元有找 495塊 然後這本是最便宜的 才415塊而已 所以光是買日曆 我就花了這麼多 你是想揍我 你想揍我那個什麼臉 到底它們好不好濕呢 HIMEKURI就不用講了 我今年的美日貼日開箱 我就濕到爽爽 真的濕得不要不要的 超好濕啦 這個濕它完全沒有訣竅 完全沒有訣竅 網上濕就對了啦 帥 帥 現在沒有過那麼多天 不要浪費指張 欸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濕起來感覺 就是開心 而且每一頁都是不一樣的狗狗圖案 讚讚 立生活它的濕法呢 有建議要往下濕最好濕 破 哈 哈 啊又破了 所以是因為我的手順這樣不好濕嗎 還是我需要讓它有東西掛著 欸這樣子 好雖然是角度的問題 我抄這個角度濕 不是角度的問題耶 是你剛手捏著人家的頭 哦 所以這樣子 在不捏的時候 輕輕的剉它 它就下來了耶 對這樣就六塊了 不要這樣子 嗨 啊爽爽的啦 啊爽 所以你再怎麼樣撕 他一定會有氣感 這兩個一定是會消失的 風俗考察365 據說也是往下撕最好撕 我覺得我這個姿勢超不正確耶 沒有人是在日曆的背後在撕日曆的啦 而且我會覺得這個應該要這樣撕啊 這樣往上撕比較順吧 既然說往下了那我們就往下撕唄 直接都破了 這樣不行啊 那不然呢這樣往上撕嗎 我往上撕喔 嗨 再試一張 嗨 你看 這樣就破圖耶 還是真的要往下撕啊 往下撕 慢慢撕 還是會破圖啊 我朝一個我自己 朝一個我順的角度 不行啦 他不能往下撕啦 一定要往上撕啦 一定要這樣子啦 完美 爽 我覺得就是這樣 反正上面一定會破圖啦 總而言之就是上面會破圖 然後在迅速撕下去的瞬間 會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我不小心 把6號跟7號一起撕下來了耶 看這個爽感 我現在能夠知道為什麼包式這麼喜歡撕東西了 好棒的感覺 再撕一張 獨立書店 這本他也是有標榜啊 往下撕會是最好撕的 啊 好神奇喔 他斷的好乾淨喔 我再試一張 我快快的撕他 好工整 難怪這麼多人買他 超熱消 大家就是因為這個撕起來的感覺很讚 你看 好平喔 欸 才剛講完而已 就去起來了 喔 爽 左邊右邊都可以撕 笑福問福貓咪日曆 我們要往下撕唄 喔 你看 就是你弄下來的時候 左邊右邊一定會這樣斷掉 就是往下拉扯的時候一定會這樣 不叫啊 以爽度來說啊 我覺得獨立書店的是最爽的 我只有失敗一次而已 其他的都很順利 材質如何呢 這六本的日曆當中 我覺得材質最好的是獨立書店 他們用的是白色倒鈴紙 特殊墨綠雙色印刷 這個表現相當的細緻 厚度跟指管都十足 耐絲又硬挺 就是給人一種相當高級的感覺啦 像這本世紀出品的火葉子 應該是很多人都有買對不對 他們就是用高級的倒鈴紙做的 這個感覺就跟他們一樣 而且他在上面不管是 撕下來要書寫什麼的都ok 都很棒 這本宇宙日曆和貓咪日曆 他們兩個都是單光紙 或者是聖金紙做出來的 比較像啦 這是我自己個人觀察 這類的紙張非常的適合 拿來練習綱筆 如果你有買過這個 筆尖溫度的苗字本 他裡面附的這個紙張啊 也是單光紙喔 非常的好寫 他有一面是比較亮面的 另外一面比較粗糙 你可以把東西這樣墊上去寫 保證是不暈不染的 風俗考察365 這本讓我感覺比較像是用再生紙做成的 再生紙他都會有一種很獨特的油墨刺鼻味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那我個人是還可以接受 但這類的紙啊 就非常的不適合拿來在上面寫字 尤其是水性筆 鋼筆 狗狗日曆和姨姨庫里 我覺得比較像是一般的海報印刷紙 這個這個材質就是IKEA的目錄 沒錯就是IKEA的目錄 喔 不會有人在上面想要寫字啦 這麼可愛呢 你看 你會捨得在他的臉上面吐壓嗎 他這樣子癡癡的忘記你 今天自己沒有任何廠商付錢 也沒有任何人想要叫我幫他們PUSH啦 所以純粹就是我自己因為真的很喜歡所以買他們 像這本立生活啊 IG燒到個不行一堆人在分享他們 這本最酷的地方就是有根據今天的月亮長什麼樣子 就有不同的形狀 我覺得很酷 像這個 1月28號這邊有寫 調安子號 發射失敗爆炸 BOOM 爆發事故 他在右上角這邊就簡單的寫了爆發事故 是一個很感傷的狀態 但是被他畫的好歡樂的樣子喔 怎麼會這樣子咧 都立書店這本真的是太燒火了 這張募資每一年都有他 然後成品也每一年都有他 也太多人一直在拍開箱影片了 開到我覺得不買好像會對不起我自己一樣 他的最大特色就是每天都會有一則小語錄 像今年他就收錄了180個女性作家或者是名人 把他們的文字敘述啊 語錄嗎 就是書本裡面的金句 融合在這短短的365天裡面 像這個 2月8號 何必等下一次旅行就是這樣的 臨時起義更有趣啊 認同 同意的加1 風俗考察365 純粹就是因為我叫他太鏘了 這本裡面收錄了非常多 台灣早期的小黃書嗎 還是 父輩們的黑歷史 裡面還有收錄很多 當時的報章雜誌跟 唱片的一些封面 右下角都有附上一些小故事 這算是補足了什麼呢 補足了我從小對那些東西的好奇心 沒錯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當年家裡面會有一堆沒有貼標籤的 又沒有封面的錄影帶 也不會好奇裡面內容是什麼嗎 還有很多很多的光碟片啊 當時的大補帖上面也都沒有寫字啊 都只有一堆的番號啊 你長大了之後才會發現 喔原來那叫番號啊 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教壞小孩子 買這本狗狗日曆的理由 不外乎就是因為 他很可愛 每一頁都是不同種的狗狗 好可愛唷 你不覺得他很可愛嗎 他這樣盯著你看啊 你可以開心一整天 在這個1月11號這一天 啊 你可以一直看著他 他一直看著你 我一直很想要送一本給我妹 我妹在寵物店專門在幫狗狗洗澡的 我覺得他應該會很想要這樣子的東西 但有可能他就會跟我說 其實我每天都在看不同種狗啊 每天推進來都長不一樣啊 我看活生生摸活生生我幹嘛看這個 想想也是齁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買給他了 我就自己買 自己用 他不要 那就算了 他又還沒有送 你也沒有送 奇怪人 自己想 全部都你自己想 這個是回鍋肉啦 我跟你講 我會用到最後一頁就代表說 我真的是很老實的每天都使用它 我的手帳每一天 每一天都有這樣子一張 如果我沒有用它 我就會把它貼在這個 這是我去年去東京女子博的時候參加 然後他們廠商有去展覽 他就送了這個 他的這個2020年用完了之後 翻面 就是2021喔 也就是說你可以再吃一次 再貼一次 我又是因為這樣子的理由 決定我今年要再回鍋 再一次的贊助他 把這一整個貼滿 這個這本啊 算是完全沒有在我的預期當中吧 一開始他在成品的時候 是完全瘋死的 我完全看不出來他裡面是什麼內容 我以為 我自己以為裡面會是滿滿的貓咪 結果沒有 裡面 就是個很一般 有大大的數字 右下角這邊 就是個縮小版的宇宙日曆 有告訴你今天的月球會長什麼樣子 他會凹怎麼樣 然後在這個正下方這邊呢 會寫一段 我其實也看不太懂的 這個這個 12月31號這個 底下這個 叫做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欸 欸 他上面寫的中文只有一日 但是我看懂了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前面是寫 羅馬瓦 哇 又寫一日 那就是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囉 就是我推斷啊 我還沒有去查他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意思 但我就是覺得他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6月1號啊 他寫了兩次的明日耶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 我腦袋只有想到一個 明日赴明日 明日和其多 但他是這個意思嗎 有可能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再看看有沒有什麼 神通廣大的鄉民朋友們 再告訴我 他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 耶開箱完了 好了以上就做完這集了 明年度我會介紹什麼東西 我們就看2021年有沒有什麼新發現 再跟大家介紹了 那這樣子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醬鈴